恐怕这是人类大多数人的命运,而灭绝不灭绝有70%以上是取决于你走的是哪条路。你走错了路,你一定灭绝。如果你走对了路,而你有点天才的话,你才能够存续下来。 也就是说,世界从来都是不公平的,根本不存在现代自由主义所说的那种,你所说的待遇应该完全取决于你的道德和你的努力,如果你没有做什么错事的话,你就不应该受到惩罚。 但是,大多数人类都是在没有做什么错事的情况下灭绝的,仅仅是因为他做了错误的选择,甚至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是他做了错误的选择,而是他的某一代祖先都做错误的选择,他就灭亡了。 大自然是一个先嚼死再审判的法官,照赫旭里的说法,实际情况就是这个样子。 要说音乐和歌曲的话,因为我说秩序挖地这件事情是我从《人生经》里面总结出来的,有很多具体的题目。 就是说,例如,我后来渐渐发现,因为小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是认为他所在的环境是天经地义,全人论应该都是这样的。 然后我发现,我习惯于唱的一些流行歌曲,其实是从香港和台湾盗窃知识产权来的,也就是每户版权会直接翻了一个歌词就穿出来,变成我们小时候习惯唱的流行歌曲。 然后,接下来我又发现,这些流行歌曲中的很大一部分其实是台湾人从日本那里剽窃来的。接下来我就发现,这些东西又有一很大一部分是从美国的教堂音乐中间发现出来的。 直到不久之前,我发现,我从小就知道一个叫做《两只老虎》什么童谣,我相信台湾可能也有人知道,因为张继国在他的科幻小说当中曾经提到过这个童谣,《两只老虎》跑得快。 最后我发现,这玩意儿来自于欧洲天主教会某一个修道院修饰唱的一首歌。 另一些事情我知道比较早,就是北洋军的军歌、红军的军歌和国民党的军歌全都不是原唱的,全都是从欧洲的某一个不相干的歌曲中间抄来的,只是换上了符合他们意识形态的各种词句而已。 很好,这就是一个现成的秩序低地的证明。你以为你独创的所有东西其实都是第九首抄来的,而且不仅如此,就连你抄袭的对象自己都是斩斩抄来了,你跟原唱距离差得很远很远很远。 那么在这些音乐训练之下,这是流行歌曲,因为我是音乐方面的外行,但是假如你是音乐学院学出来的专门负责作曲,你能够得到什么样的音乐传统? 美声唱华、弃声唱华,这些不外乎两者,要么就是满清末年西方输入的那些东西,要么就是从苏联输入的那些东西。 而苏联输入等于是一条织度,苏联也是从欧洲输入的东西,只是稍微正规一点,仍然是二手当中的二手。 这些东西如果从世界文明当中消失了,老实说对文明没有任何损失。我们可以说,莫扎特如果死了,对文明是一个重大损失。 但是莫扎特的学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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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青海的一个中学校里面交出来的几个音乐小学生如果死了的话,对文明没有任何损失。 只要莫扎特和他几个大弟子活着,他那些二传手、三传手、八传手和八十八传手是有一万人还是有一百万人,从信心量的角度来上,一点区别都有。 其实这是另外一个有趣的推论,就是说人容易死还是不容易死,是看他本身作为一个载体所携带的信心量和组织度。 有些人是像传说中年幼时代的摩西一样,是一生寄天下安危,他一死,整整一个文明的种子都要死掉。这种人是非常难死的,死了以后要付出极大的代价。 就好像是英法联军战争的时候,一个法国神父死了以后,要有几千名士兵为他的死。如果是一个清国国际的天主教徒死了的话,那就不会有这么严重。 同样是天主教徒,他们的命价是截然不同的。蒙古骑士的命价跟汉人和南人的降独的命价不一样,日耳曼人的命价跟拉丁人被征服的命价不一样,这就是他们携带的组织度不一样。 信息度也是一样的。莫扎特死了,跟莫扎特的一百个弟子死了,截然不同。死一个莫扎特的损失很大,莫扎特的弟子死一百个,损失很小,像那些嫖妾式的人死了一百万个,损失也很小。 为什么中国特别容易发生人口大灭绝呢?答案当然是,大多数费拉和蔡人拥有的全部知识都是二传手的,二传手的,二传手传下来的东西,全都损失了,对人类文明的信息上没有什么损失。 从秩序的角度来讲,他们全都是秩序消费者,死了不但没有什么损失,发现更好。他们活着的时候是任何统治者的负担,死了以后倒是至少是提供了一个机会,下一波蛮族比较有可能形成权责比较对应的政治体系。 如果你发现,你拥有的所有知识要么是错误的认知结构,要么就是反复剽窃的结果,而你的政治组织能力连保卫自己和家庭的安全都做不到,无论如何改头换面都是要依靠别人的保护的话。 那你就可以非常清楚,你就是文明、银行、账户、小数点后面第1999位后面的那些小数点,这个小数点的数字是999还是001,差别是可以忽略不计的。 小数点前面那个数字是0还是9,那就差别非常大了。这个隐秘法则才是文明的真正算术。 所以,表面上的不公正背后隐藏着深刻的公正,大自然的选择、文明通过灭绝实现的选择很少有真正不公正。 如果你真的是一生计天下安危的重要人物的话,要么你是像孔子说的那样,天命就在我身上,那些强盗能把我怎么样,你真的能够。